南方澳渔港仰赖大量的外籍渔工来从事捕捞工作 而且6月是捕捞轻鱼的爬网休渔旗 为了避免渔工群聚以及跨区移动 承认防疫破口甚至疫情爆发恐造成南方澳来封港 为此苏妖区一会以及警方除了加强宣导以及监控渔工常常群聚的地点 避免出现防疫破口之外 苏妖区一会也在12号以及13号两天 针对辖内700多位的外籍渔工进行快筛检疫 并且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 检查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让渔会及各界都松了一口气 渔会理事长蔡元龙除了感谢博爱医院、圣母医院、苏妖荣民医院等医护人员 以及宜兰县政府团队的协助之外 也要感谢仲介公司及雇主的配合及协助 并且表示苏妖区渔会的团队也功不可没 穿着防护衣来服务这些外籍渔工 而理事长也表示这真正是漂亮的一站 你安心我安心全民都安心 但是疫情持续在延烧当中 全民防疫仍然不可松懈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